CryptoMind被割酒摘一波 下個月到底怎麼辦 今天這酒怎麼也這麼苦啊 好煩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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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上一集要借高利貸的紙豪嗎 自從看了上一集影片 我的生活變得寬裕許多呢 大家好 我們是Steven Scripto 今天這集我們要來繼續介紹Abracadabra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跟Steven要來分享一個現象 在2020年初呢 全世界開始爆發COVID 那很多人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他們就關在家裡 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 那我們發現到有一個現象很特別 就是 像是在美國有很長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是零補助來生存 全部都是依靠政府無限制的印鈔票來過活 對 所以因為這樣很多人開始炒股炒幣 但是不少人因為短時間的投資賺了蠻多的錢 然後又形成了一種新現象 就是努力的不工作 然後努力的在家祈求下潛雨 然後我們稱這種人為 DGEM 或是 APEs 他們追求利益最大化 也勇於承擔更大的風險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張圖 上面這一位呢 他是叫做 Virgin DeFi Analyst 這個人呢 他跟一般傳統投資人一樣 就是他非常的認真先做功課 再決定要投資東西 所以他會先 譬如說看 CoinGecko 然後找好入場的點位 然後找已經有被公司做過認證的一些projects 然後盡量不要去參加到像龐氏騙局的項目 然後會看這個項目很多的資訊啊 像 FDV 啊 或者是他的 Token 的 Investing Schedule 在他們購買虛擬貨幣以前會做很多的分析 下面這張圖呢 他叫 Chad DeFi DGEM 我們稱為 DeFi渣男 DeFi白嫖哥 DeFi白嫖哥 對 他們呢 就是會去找一些projects 在他們 launch 以前就想辦法趕快加入 去加入 White List 然後還蠻喜歡龐氏騙局的 因為可以趕快賺一些錢拋走 有時候根本就不care很多就是 這個 Token Bail 的一些數據或是機制 就是一直想要 Farm 最高的那個利益 了解這個現象以後呢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當 DeFi渣男 在投資虛擬貨幣的時候還是做一些功課 像是看 Steven's Crypto 我們都會幫大家先讀一下 然後做比較深入的研究 那讓大家雖然還是新手 但是還是可以安心的上車 像是玩 DeFi Kingdom 對 那在追求高利潤的同時 還是可以去了解一下機制 當個負責任的 DeFi 玩家 那 Abracadabra 就是一個 Battle and Tested 它利用數學還有不同平台間的套利機制 來讓我們 DeFi 投資者能達到最大利益的工具 就它不是一個給渣男追了就跑的一個項目 渣男還是可以玩嗎 可以可以 讓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Abracadabra 第二集的介紹 Let's go 我們回到我們 Abracadabra 的頁面 那我們今天要操作的呢 是如何做重複借貸來投資 我們就來到 Borrow 這邊 然後一樣用我們之前介紹的 W Memo 來做借貸的抵押品 那我們事先已經先把一些 Memo 先 wrap 成 W Memo 了 對這個有問題的朋友可以到上一集去看看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用我已經 wrap 好的 W Memo 來操作 在這邊呢 點選 MAX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點選 MAX 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借的錢現在是大概 51 塊錢美金 那這邊就是這個平台它很厲害的地方了 因為距離上一次我們介紹到現在 它有做了一些更新 所以它把槓桿的這個橫軸做了一些改變 之前的槓桿呢 會讓你知道 你實際上把錢借出去 然後再放回來投資幾次 但是它現在直接用這個 Bar 來顯示說 你現在要做幾倍的槓桿 我們現在就來給大家看看 假設我們槓桿拉多一點 我們原本只能借到 51 塊錢 我們現在可以借到 201 塊錢 但是呢這邊要注意的是 我們在這邊當我們用槓桿借出來的錢呢 它並不是讓我們拿到 MIM Token 就是穩定幣到我們錢包裡給我們自己使用 透過這個方法借出來的錢呢 是它在城市裡面會直接幫我們拿來套 W MIM Token 的利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原本 W MIM Token 的年化率是 86,482 趴 現在呢在槓桿的操作下可以達到 33 萬趴 超級誇張 對 真的很誇張 所以你可以拿借出來的 200 多塊錢呢 拿來進行 33 萬趴的年化率的一個重複性操作 但是當然這還是會有風險存在裡面的 像我們要用這麼高槓桿數倍率的時候呢 當 W MIM Token 跌到 9 萬多塊錢的時候 你的抵押品就會被解算掉 所以現在一個 W MIM Token 也是 9 萬多塊錢 所以我如果真的現在借上去的話呢 我可能拍完影片我抵押品就沒了 所以一般呢 是建議大家不要開這麼高的槓桿 對 要不然要一直盯在螢幕面前 這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你放小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合理一點 像我們現在用 2.31 倍 那我們大概可以計到 120 萬 那它年化率是 23 萬 然後跌到大概 7 萬多塊錢的時候呢 這個抵押品會被清算掉 所以清算價格要很注意 對 清算價格要非常的注意 Swap Tolerance 這邊呢 就是在這個 Transaction 中間呢 會做非常多的 Components 的變換 從這張圖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進行這些重複性套利的同時 在 Abracadabra Money 它背後 其實是在做非常多 Smart Contract 的交易的 所以中間會有一些手續費要付 那這就是它會讓你自己決定 你可以接受的一個酬序費的匯率 對 有時候你設太低它就會 Fail 就沒有辦法套利成功 那當你都決定你要拉幾倍的槓桿 來做重複性的套利的時候 你準備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 Add Collateral and Borrow 這個就是程式間會幫你做好的套利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自己 Manually 去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要是借到了這個 MIM 以後呢 你可以回到 Wonderland Money 他們這個 D App 上面 然後呢用 Discount 去買 變成 Time 以後重新 Stake 再放回 Abracadabra 這就是手動版本的同步性套利 剛剛大家看到那個利息這樣槓桿操作非常高 但是還是要注意那個幣價 還有我們片頭朋友拍的小短片純屬於樂 請大家不要當真 那提醒大家在操作這個項目的時候 還是要小心槓桿的倍數 還要注意它的清算價 請大家評估自己的狀況後再去操作 我們的影片純屬於樂絕對不是投資建議 請想要加入的朋友自己做好功課 了解財務狀況再決定要不要加入 如果你喜歡他們的影片的話 就請按讚訂閱加分享 你還有什麼其他話想跟我們觀眾說的嗎 難得上來 沒有 我只想要回去上班 好吧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開始 我可以上來 我以為你是空 我可以上來 我被你拉出來 我以為你跳出來 那我們現在要refresh什麼頁面 阿威馬 外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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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